总经理 有人找你 婷婷 你怎么来了 阿姨 不放心 叫我来看看你 婷婷小姐 王先生 你好 婷婷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跑到深圳 我们公司的规模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经得很不错 最重要就是 我们所做的生意 都是真正的难的 还有 余辉在这儿一切都好 留伯母应该放心 王先生 我和阿姨不放心 余辉其实并不是怀疑 你们公司有什么问题 余辉离家那么远 她是不习惯 这样难怪 过段时间我们公司 会给员工翻半个月假 到时候余辉就可以回去 和伯母趟云了 老余辉啊 你女朋友这么远她看你 你应该好好陪陪她 你现在可以下班了 我可以下班了 坤海 谢谢你 客气什么 快去吧 婷婷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带我去什么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 嗯 谢谢 怎么样 好看吗 挺好看的 小姐 把这个包起来 啊 什么下班 嗯 嗯 还有这一条 就这边的第三条 这边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帮我包起来 我全都要了 余辉啊 你干嘛要买这么多首饰啊 除了你啊 还有爸爸妈妈 舅舅 还有嘉欣呢 买这么多首饰要花很多钱的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放心吧 坤海啊 昨天发了我的奖金 这些呢 我还负担得起 小姐 帮我算一下总共多少钱 好了 请进下班 好了 请进下班 怎么了 我爸就在这个城市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 也许李总他没你想得那么糟 他可能 正在为重建佳业 悄悄打拼 可是他应该告诉我 他在哪里 他在干什么呀 男人为事业 往往会放弃很多东西 包括亲情 我希望你体谅他 可是 我就是想他 你的心情我理解 放心吧 我想啊 用不了多久 就能和爸爸见面呢 一家团圆 不哭了 来 嫂子 不哭啊 婷婷 伯父离开的这段日子 你吃了很多苦 尤其是在我坐牢的时候 你一个人 很不容易 现在 我又为了前途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你受苦了 不哭了 不哭 看着我 看着我 我们结婚吧 愿意吗 让我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一辈子在一起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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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哭了 啊 阿姨 这是玉辉特地给你挑的 还有这个 这是给叔叔的 这一条呢 是给舅舅你的 这是给我的 约会是这样说的呀 约会简直是太孝顺了 让我看看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这么醋的金链子 跟狗链子一样 来 给舅舅带上 来 不许带 为什么 这是玉辉送给我的 我要去深圳 我要玉辉啊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银楼去退了 什么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退了 那 那可不行 那都是玉辉 哎呀 干嘛呢 就 就不出玉辉了 你就说停停吧 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拿回来 手不断也酸了呀 你也好意思不退 母不退 阿姨 这些礼物都是玉辉成心诚意买给大家的 要是就这么退回去啊 她肯定会很失望的 婷婷 金泉 你们不了解我的意思 我是怕玉辉她 什么事啊 这么热闹 姐好 你看 哪来这么多首饰啊 这都是玉辉送给咱们的 你看这个 这是送给你的 你带试试 好看 别带了 我不是说过 要把她拿到深圳去退了吗 你看我姐 这都是玉辉孝敬咱们的 她要给退掉了 这么意思 金凤啊 这是玉辉的孝心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你又何必拒绝孩子的好意呢 东升啊 你不知道 你看见没有 还是我姐夫有水平了 姐夫 你先帮我拿一下 我有点事 去去就回 金泉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我去去就回 等等 你把链子给我放下了 你要去哪儿啊 你把链子给我放下 金泉 金泉 来 神经病 老李 你干什么呀 三脚猫 你不想活了敢骂我三脚猫 我叫你怎么了 好狗不挡道 你就是个没人养的骚狐狸 你 吴金泉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骂我 我 我骂你怎么了 我就喜欢骂你 气死最好我还成事了呢 你 我怎么了 对不起 拜托 千万别把眼睛掉出来 你这眼睛怎么打得跟驴呀 臭毒鬼 你给我滚出去 这是家旺的医院 这不欢迎你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你给我 我有事 也有正经事 没错 你 吴金泉 你给我站住 老李吧 吴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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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烦人了 吴金泉 你怎么了 没事 看病小王 看病 你不是说怕被我们家王给医死吗 找他看病干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是想死了是不是 姑姑 你少说两句嘛 舅舅 哪儿不舒服啊 我 我这儿不舒服 那你坐过来我给你看一下 你 你 没事啊 家伙 就这儿 还有这儿 这儿 三脚猫 哪儿来的狗链子呀 还镀鸡镀得金光闪闪的 就一根这假链子把你高兴成这样了 你懂个屁呀 一看你就不识货 你大爷我这要是假的 全世界的新链子那都是假的 吃 你这狠酸鸭 你还买得起真的 我也不看看你的破袜子 脚趾头都快伸出来了 你还会戴得起真的 你大爷我就没穿袜子 我穷怎么了 我叫穷了 可是玉辉有钱就行了 玉辉现在在村镇当大老板了 前几天刚寄了三万块 还要一麻袋金子 他才去多少天啊 就寄回来三万 真的假的 那就没必要让你就全知道了 拜拜 再见 我走了 舅舅 你不干病了 我 我一看见他 我这心情就舒畅了 拜拜 病好了 好了 这玉辉才去多长时间啊 就带了三万块钱回来 还有那么多经营首饰 难道 他去挖金矿去挖 不行 我要去打听一下 姑姑 金矿 东升啊 你说玉辉在深圳到底做什么工作呀 那个婷婷不是说了吗 在贸易公司做总经理 金矿啊 玉辉有这么大的成就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多年呢 我一直盼着他能够成功 能够出人头地 可现在他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了 可我反倒变得提心吊胆的 生怕他出什么事 我理解 我非常理解 其实啊 不光是你 我看到玉辉有这么大成就 也不相信 好像在做梦 我并不要玉辉 一定要寄多少钱回来 只要他平平安安的 就是不寄钱回来 我也挺高兴的 可现在呀 他一下子寄回这么多钱和金子 我反倒变得不适应了 怎么能不替他担心呢 金矿啊 别多想了 我对玉辉啊 是很有信心的 你是他的亲生母亲 更应该对他有信心才是啊 你说的没错 我应该对他有信心 但愿我的担心呢 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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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余的